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老五的特朴,我是老五 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一聊特朗普亲定的副手万斯啊 咱们看一看啊,这个万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咱们也就可以判断 特朗普上台之后,假如上台之后 他的政策将要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咱们也可以看到 特朗普万斯这些人 他心里边最真实那个想法 到底是什么呀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咱们先来看看啊 万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如果说啊,这个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啊 为了自己的一个理想啊 奋斗终身啊,这当然没有多大的一个问题啊 但是这个人稍微有点复杂啊 万斯这个人有点复杂 也许有些东西会说啊 万斯有什么可复杂呢 那不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共和党人 出身自啊,这个俄亥俄州的铁锈带 啊,这个美国的工人 工人阶级的这个家庭出身 非常典型的啊 共和党的这个支持者 这样的一个群体 不过呢,我要跟各位强调一下 万斯这个人 然后大家看清楚 他的这个经历啊 你就会发现这个人有点冲突 有点矛盾啊 他跟美国的传统政治 那种划分的左右啊 有点非常的奇怪 为什么我这样去讲呢 咱们先看啊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万斯这个人 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就跟他这种复杂的程度 他相关呢 为什么呢 咱们先看看啊 万斯啊 这个身上的这个符号啊 海外的媒体啊 报道这个万斯啊 都用了哪些符号啊 比如说啊 这个贫困的香巴佬 对不对 这个红脖子啊 这样的一个身份啊 出身子啊 这个贫困的 美国的铁锈带 因为美国的工业凋零 对不对 美国的制造业凋零 基本上啊 美国的这些 这些工人阶级啊 然后的话 这个生活啊 都比较惨淡 万斯他们家 就算是啊 其中之一啊 所以说呢 家里比较贫困 贫困的香巴佬 海军陆战队啊 这典型的 共和党的出身 对不对 然后耶鲁法学院 哎 法学院就怪怪的 律师啊 怪怪的 风险投资家 有点意思啊 然后畅销书作者 联邦参议员 这名啊 年仅39岁的 80后参议员 有着不同寻常的人手轨迹啊 外媒的报道 也是啊 不同寻常 不同的 不同寻常的地方 到底在哪 其实归根结底 就跟他写的那本书相关了 他那本书啊 乡下人的悲歌啊 这本书里面体现的 其实也就是啊 这个万思啊 他的老家 对不对 铁锈带的一些故事啊 然后呢 非常的非常的 一个悲惨 家人有人吸毒啊 有人离婚啊 然后这个社会呢 比较动荡 然后社会处于一个 下行的一个阶段啊 这个工业区啊 基本上凋零 工业凋零 然后的话 整个啊 整个社会环境啊 都是比较没落的一种状态 所以说呢 这个万思呢 就出了这本书嘛 乡下人的悲歌 悲歌嘛 但是啊 有另外一个问题啊 他写的这本书啊 也跟这个万思的 一些政治主张 他也相关 他希望的是什么呢 希望给啊 这个 比如说美国的工人阶级啊 或者美国的制造业 然后的话 这些啊 这些参与人 对不对 这些工人们 然后给他们一些啊 更良好的这个福利待遇 比如说提高他们的一些啊 这个 最低收入 对不对 然后增加他们的这些收入 总而言之 就是要加钱 就这种政策 如果大家了解共和党的话 这完全不是共和党 传统的共和党人 所主张的一些政策 这是一个 有点民主党的一些政策 所言之下就给钱 杨兰瀚的一些政策 万思 现在也是要求杨兰瀚 对不对 所以说 他是一个非常左右啊 非常复杂的一个人 为何复杂 就跟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他是一个聪明人 他相关的 对不对 他不主张啊 共和党那些传统的价值观 他也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一个民主党人 他跟民主党的关系啊 更远一点 但是他为什么有些新观点 他为什么借用了一些啊 民主党的这个福利政策 然后来啊 来来作为自己的一些主张 作为自己的一些观点呢 原因很简单 大家都要钱 谁有钱 对不对 谁发钱 我给谁投票啊 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一个聪明人的一个表现的 而且更加聪明的是什么呢 在这个万斯啊 2016年 也就是他的那一本啊 乡下人悲歌这本书啊 出版之后呢 也是啊 这个特朗普啊 崛起之时 对不对 2016年 特朗普击败了 希拉里克林顿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当上了美国的大总统 然后呢 这样的一个时机 在这样的一个时机里边 按理来说 特朗普声势啊 阵望 对 声势高涨 全世界啊 都刮起了一股 这个特朗普的 这样的一个浪潮 结果 这个万斯啊 在当时对于特朗普的 这个评价呀 非常的有意思啊 跟大家读一下 这个万斯啊 称特朗普啊 称他自己啊 是一个啊 永远不会支持特朗普的人 然后 而且还称这个特朗普 是个白痴啊 文化毒品 这个华尔街 当时还报道啊 称啊 这个万斯啊 把这个特朗普 称为美国的希特勒啊 然后的话 这个万斯的老婆 媳妇 也是一个有点 有点非常 这个民主党特色的一个啊 媳妇 因为什么呢 印度裔 少数族裔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万斯的老婆啊 这个印度裔的老婆呢 公开批评啊 这个特朗普啊 这个有些言论呢 那就是一个啊 种族主义的一个言论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他为什么攻击啊 这个特朗普呢 是因为他是民主党人吗 他不是 对不对 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啊 这个共和党的一个人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一个一个算是年轻的啊 非常年轻的一个 一个共和党人 对不对 他所主张的一些观点 他又有点像民主党 对 又有点像民主党啊 攻击啊 特朗普啊 然后呢 拿着一些民主党的福利政策 然后呢 来作为他自己的一个政治的主张 为什么呢 都是最抓人眼球的 都是最抓人眼球的 特朗普啊 这个声势正望的时候 大家都说特朗普好 特朗普棒 对不对 你也跟着说 你不显眼吧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你说两句怪话 对不对 那不就得了吗 说两句怪话 特朗普啊 纳粹 对 希特勒 然后特朗普呢 然后的话 你就是个种族主义者 对不对 然后这样来抨击啊 这个特朗普 他受到的这个目光 受到的关注 肯定会更多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聪明人 对不对 如果说啊 他认为他自己这个主张和观点 是他的一个理想 对不对 他的价值观 他不会改变的话 这些东西都无所谓 但是呢 他现在成为了特朗普的这个副手 对不对 然后呢 更加有意思的是啊 这个万斯啊 还是特朗普长子 小塔纳德 特朗普的好友 对不对 而且呢 这个小娜 小塔 小塔纳德 特朗普啊 还很支持 然后他 他的这个好友 万斯啊 成为了啊 成为这个特朗普的这个竞选搭档 所以说呢 大家看一看这个万斯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 对不对 非常的有意思啊 非常有意思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他会吸引别人的眼球 他会啊 讲出一些特别硬的一些话 硬的一些主张 来吸引选民的这个注意力啊 所以说呢 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 我相信大家自然而然都会有那个答案 如果这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那他 他跟这个特朗普啊 打配合 如果他们未来当选 对不对 他们的这个政策会变成什么样呢 他们真的是啊 能够给美国啊 带给美国一些新的一些主张吗 对不对 特朗普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人呢 特朗普不知道这个人骂过他吗 当然知道啊 特朗普也知道这个人后来捧着他 当选了这个议员 对不对 特朗普也知道 这个人跟自己的儿子啊 成为了好朋友 对不对 这些都知道 那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人呢 对不对 因为他们可能某些地方比较类似吧 然后的话 你想要做事的话 可能你先得有选票 对不对 你先得有选票 但是你的主张是什么呢 这全是问题啊 对不对 你的这个主张如果是啊 犹疑不定的 那你是什么呢 那就是很简单的那个答案 就是特朗普的那个身份 叫生意人 对不对 只要能赚钱 什么事他不干呢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他跟特朗普能够走到一起 也许这两个人 某些橙色 某些底色 是比较相像的 是比较接近的 都是很聪明的会吸引眼光 吸引目光 扮演那种坚定的啊 某种理想主义色彩的那种人 扮演 然后能够出上一本书啊 叫乡下人的悲歌 而且还拍成了这个电影 你是啊 这个美国铁锈带工人家庭出身的人 你如何看待这个人 你自然而然看这个人身上有光啊 他他的这个书啊 他的这个作品 然后的话说出了我们的一些感受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人跟特朗普身上啊 可能真的是有某些东西啊 是比较类似啊 所以说呢 这些人到底能够给美国带来什么呢 美国如果强的时候啊 他当然需要一个生意人 美国如果强的时候 可以啊 采用一些比较聪明的一些手段 来交易的一种方式啊 来交易啊 交易来一些利益啊 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就像啊 特朗普针对北约的那些政策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是前一段时间 特朗普所发那个演嘛 啊 我上台之后啊 然后的话啊 这个这个谁需要北约 欧洲那些国家 谁需要北约 谁就得交钱 你必须得交钱 你不交钱 我不管你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生意人的一种状态 可是呢 特朗普的这种政策 想要得利的话 他必须得有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 北约或者说美国 他得足够的强 对不对 你强的不能行啊 你是那个这个这个 这个保护神 对不对 谁离开你 谁就得倒大煤 那别人给你交钱 那是理所应当的一个事 可是呢 你弱了 对不对 你这个时候还要去要钱 那你就是给别人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很简单 我要离开你 我没这个钱了 我自己保我自己 所以说呢 大家也就看到了 现在欧洲人的一个表态 从波兰表态到德国 我们要发展更强的军事能力 更不要提那个法国 更不要提那个法国了 法国呢 就是一直以来独立自主 对不对 然后总而言之啊 我就是跟大家不一样 我就是街上啊 大街上那个最亮的那个仔 对不对 我法国有自己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武器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跟你美国都不一样 对不对 总而言之啊 我法国一直以来都是保持了我自己独立的一个个性 德国法国波兰 大家看一看这三个国家什么国家 大家可能会小看波兰 但是波兰怎么说也是东欧第一大国 对不对 这个东欧个头个头最大的那个国家 算是新欧洲啊 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国家 波兰 对不对 德国呢 中欧 对中欧 也是啊 这个欧洲经济的强劲的这个支撑者 对不对 然后欧洲的经济啊 能有现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跟德国是直接相关 那德国 法国呢 西欧 传统欧洲的老大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大家也就看到了 东欧 中欧 西欧 非常有代表性的三个国家 其实都是主张的是什么 独立自主 你美国强的时候 我想要独立自主 我还得掂量掂量 你强 我靠着你 我占便宜 对不对 但是的话 你弱的时候 你还要跟我要钱 那我就发展我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实力就完事了啊 所以说呢 你说特朗普上台之后 这种生意人的这种性格 到底会给美国带来什么 一目了然了吧 所以说咱们就从啊 这个万斯这个人的这个性格特点 然后咱们看向特朗普 大家也可以知道 他们会给未来的那个美国 到底带来什么 其实也就带来了下一个问题啊 那就是这个新保守主义 对不对 美国优先啊 美国优先是一个比较老的一句话啊 但是的话 你像万斯啊 你像特朗普 都是啊 美国共和党内部啊 非常鲜明的新保守主义的支持者 对不对 然后呢 或者说啊 美国优先的支持者吧 对不对 美国优先新保守主义 到底会给美国带来什么 可能到最后就是那个悲剧啊 并不是啊 也要跟大家讲啊 这个民主党啊 这个跟共和党啊 有一个好 有一个坏 我不这样去讲 对不对 这个民主党的这个问题 我之前也跟大家聊过 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 对不对 看起来很聪明 让美国社会特别的一个稳定 使用LGBTQ啊 平权啊 各种各样的这些议题 然后的话 让啊 美国的一般的老百姓啊 互相的折腾来折腾去啊 然后的话 既从啊 既从精神方面消耗的一般人 也从肉体方面消耗一般人 比如说啊 之前跟大家提到的 这个非叶子啊 除罪化 对不对 非叶子除罪化 包含 包含这个器官啊 器官买卖交易啊 这个合法化 这些政策都是从肉体上直接的要摧毁美国的一般人 对不对 然后你天天在这飞叶子 你能够干什么呀 对不对 你天天的啊 这个如果说啊 这个受苦受难了 你就开始啊 器官交易了 你你这辈子就完了 对不对 你身体直接弱掉一块啊 然后肉体上 你没有 你没有动能 你没有动力了 你这一辈子也就这样 对不对 精神上呢 精神就是那些平权 那些LGBTQ 就那些主张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个一般的老百姓 然后呢 满脑子全都是LGBTQ 对不对 啊 全都是平权 这些东西 没有用的 这全是垃圾思想 为什么呢 对不对 我认为我是什么性别 我叫什么性别 美国一大堆的这种性别 对不对 LGBTQ嘛 然后只要是 只要是我认为是什么啊 那那就是这种 对不对 你而且得尊重我 你看起来 对不对 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啊 看起来还是有那么一丝 道理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就想请问一下 种族可不可以自己认为啊 你的性别是医学上的一个讲究 对不对 是你的器官决定你的这个性别 而不是说我心里怎么想决定 我的一个性 决定我到底什么性别吧 对不对 那跟医学相关 那种族跟医学也相关呢 对不对 就是你身体表现了 表现出来的这个特征 你的DNA 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种族 你不能说 我想是什么种族就什么种族吧 美国到现在也不允许 你认为自己是什么种族就什么种族啊 你是一个亚裔 你是一个华人 你能说我要起 我认为我是黑人 对不对 我要享受黑人的待遇 谁把你当黑人呢 对不对 可是呢 性别为什么就可以啊 这是一个特别愚蠢的一个事情啊 包含平权 之前跟大家聊过 对不对 然后的话什么啊 穿衣自由啊 穿衣自由 我想怎么穿就怎么穿 国内曾经的 对不对 我可以骚你不能饶 国内曾经很有名的一个 对不对 女权主义的一个口号 我想怎么穿就怎么穿 我想怎么骚就怎么骚 你不能骚扰我 对不对 然后我可以骚你不能饶 可是呢 就这些啊 所谓的这个男女平权啊 美国的女权运动啊 这种艺术的价值观 还有另外一句话 对不对 你媚男 你媚男 对不对 什么叫你媚男呢 你穿的衣服啊 你就是啊 满足男人的那个需求 你媚男 这是攻击他的敌人的一种方法 那这个时候他不讲究传义自由了 大家没觉得特别的愚蠢吗 这就是民主党 从精神到肉体摧毁一般人 这个社会特别的稳定 没人想往上走了 对不对 大家天天的啊 往这个沙发里面一倒啊 吃点喝点喝点啤酒 吃点什么爆米花啊 看着那些比赛 啊 对我支持我这个队 对不对 对方全是傻子 干死对方 对不对 天天玩这些 你说这个社会里面的 这个一般人能够给这些 给这个社会的顶存 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你自己都是个垃圾了 这就是民主党的一系列的一个政策 非常聪明 但是这个政策会反噬自己 为什么呢 你看波音就知道了 天天飞着叶子给你造飞机 波音那么伟大的一家公司 我必须跟大家讲 波音确实非常伟大 对不对 他给人类 人类的这个航空啊 造啊 这算是做出了极大的一个贡献 可是子子现在呢 造的飞机 今天摔明天摔 这个零配件往下掉 那个零配件往下去掉 对不对 这就是波音呢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波音不能造飞机了 它是啊 哪都有问题 为什么呢 你 你飞叶子合法花呀 对不对 这不是反噬美国自己吗 所以说呢 这是民主党 然后共和党呢 共和党就出这种啊 所谓的新保守主义 对不对 啊 这个美国优先 我们美国 这个先保我们美国的利益 很多同学都认为啊 他喊美国优先 那没准对美国好吧 对不对 你看看美国优先啊 美国要赚钱了 不管别人的利益 那想管自己 那是没错的吧 这是一个特别愚蠢的一个事情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 这个特朗普对北约放的那些硬化 对不对 你放这些硬化 你管毛用啊 你不看看你自己现在几斤几两啊 2016年的时候 那个美国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 之前跟大家讲过 对不对 别说2016年 你就说俄乌冲突刚开始的时候 美国人拉着欧洲人 满世界制裁俄罗斯 那个时候很多的人都认为啊 这美国可 这俄国可能不见得能够撑得住啊 结果呢 事实是什么 对 事实是美国人扫眉大眼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那说 对不对 这个俄罗斯拿着中国的零配件啊 然后这个生产武器的能力超过了苏联时期 对不对 事实打脸呢 真的是打美国人的脸呢 然后让全世界看到了美国的无助 美国的无能啊 对不对 此一时他比一时了呀 美国优先 对不对 我看起来耍着小聪明 我要赚钱 这个行业 我美国自己得发展 制造业得回笼美国 这不是制造业回笼美国的一个问题 是你美国没有制造业了 不是说万斯啊 在那强调什么 要给美国的制造业 美国的工人啊 这个要提高这个收入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最低啊 最低的这个收入啊 要给他增加 对不对 不是你搞这些美国的制造业就能起来吧 为什么 答案其实非常的简单呢 对不对 你没有制造业了 而且呢 现在这个时代也变了 AI的时代来了 对不对 工业AI的能力 你拿什么顶现在 对不对 为什么中国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港口可以无人化 为什么中国的工厂 对不对 可以不开灯 对不对 全都是自动化工厂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 时代变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这以为我什么 我脱离开欧洲 我把欧洲甩了 我敲诈欧洲 对不对 我敲诈这个 我敲诈那个 我美国就能够赚钱 你看似他嘴上说的时候 很好听 美国优先 美国优先 但是你玩这种政策 你反而会让这个世界加速抛弃你美国 为什么日本人表现那么开心呢 对不对 茂木秉冲 茂木派 对不对 让他们那么开心 啊 这个如果特朗普上台 我们有有信心能够处理好日美的关系 对不对 为什么那那小脸呢 乐的乐开了 茂木秉冲啊 为什么乐成那个鸟样 那不就是因为认为你美国特朗普上台 给你点钱 给你撒瓜俩枣 对不对 他可以换取更多 民主党其实 民主党其实敲诈日本 敲诈才是 才是真正的多 民主党是既要肉体 又要灵魂呢 对不对 总而言之吧 就是啊 这个敲骨吸髓 你可以说这个民主党 你这个共和党看似啊 我是啊 美国优先 美国优先 其实你就能够要来撒瓜俩枣 对不对 没有任何的一个办法 这就是现在的美国 但是美国怎么办呢 我之前就跟大家聊过 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 谁上来 谁赢得这一次美国的大选 都对于美国的这个经济 美国的核心那些问题 造成不了多大的一个影响 美债他怎么解决啊 特朗普 真的是啊 这个 真的是啊 这个上帝显灵 对不对 上帝显灵了啊 这个救了这个特朗普啊 出现了神迹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啊 这个特朗普能够发功 对发功啊 发功 发功 对不对 发功就能够让这个美国的美债 忽然之间 那么一夜之间 然后全还了 他能有这个能力吗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美国制造业的问题 你喊 你喊破你的喉咙 你喊 真的是 真的是啊 你喊的声音再大 你说美国制造业回来回来 你往哪回 你有多少工人 对不对 你的这个非叶子喝 这个除对话 这事怎么解决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一个问题 成本啊 成本的增加怎么办 其实啊 民族党也不是完全的 就是说啊 跟这个 跟这个特朗普的政策是完全不一样 民族党也想某些啊 这个制造业回 回流这个美国呀 包含汽车制造业 包含芯片制造业 对不对 这是啊 这个这个拜登的两个重要的法律嘛 一个是芯片与科学法案 一个是啊 这个通胀削减法案 对不对 这两个法案是要决定啊 比如说2030年之前 美国要成为芯片制造业第一大国 对这些东西啊 他都想要回流 回流美国 问题是回得去吗 你就拿那个张忠谋所强调的那些话一样 去美国投资 成本增加太多了 我记得没错的话 这成本增加40% 你这玩意 你这 你怎么解决 你补贴 你补贴 你也是成本呢 这改变不了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说美国怎么办 是 你说啊 这个制造业回流美国 是很好 但是你的成本 你怎么给他降下来 这边喊着要增加工人的收入 那边说要降成本 你成本降不下来 你生产出来的商品 你怎么有竞争力 你没有竞争力 你拿什么卖 别人凭什么买你的 美国人拿着枪 逼着你买 特朗普拿着枪 逼着 你不买我美国的东西 我打死你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问题又来了 你的实力降了呀 你的航母 看见这个野门那边 在红海那边 对不对 待不住是 到底是为什么呢 对不对 全是问题 这就是现在的美国 无论是特朗普 还是拜登 都解决不了 美国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呢 你说 对不对 然后什么万斯 什么特朗普 然后都 悬上 对不对 然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 美国优先 看起来对于美国有利 你自己实力弱的时候 你做的事情 到最后 没准全是伤害自己的 你动作越大 你伤的越大 你不动会儿 也许对于你来说 还是个好事 这个东西真没有办法 咱们等着看就行了 好吧 今天这期就留在这了 感谢各位啊